之前有顾客和我说他们上云顶半山的时候 看到sideboard才知道云顶半山有一个新项目 哎呀还是我的视频学习不大位呀 没关系现在的Face2呢即将要Longing 又再一次带大家来看看云顶半山的新项目 新天地 它就是在半山的Starbuck对面的这块地 你上云顶的时候肯定会看得到 整个项目有60个A根那么大 这里将会建一个可以容纳18千人的云星剧场2.0 18千人啊 这里的公寓呢也只有2600个单位而已 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呢 这一个演唱会馆将会带给你非常多的客流量哦 而在云星剧场2.0旁边就会有一座古城 类似台湾九份一样 而它的前面呢就会有两层楼的酒吧街 那么以后云顶半山也有属于自己的旅游景点了 以后游客想要制定旅游路线 下午可以上云顶乐园玩 之后晚上再下来逛古城和酒吧街 看看夜景享受夜生活 以后我带我家人来云顶应该也会这样安排行程哦 而民宿方面呢肯定是住在这里比较方便了 因为它的那个公寓呢就在这一个云星剧场2.0的旁边而已 而且还有一座连接桥直接连接到云星剧场和古城呢 晚上逛古城逛到累了就可以回民宿休息了 而且公寓阳台还可以看到云顶高原和古城的绚烂灿烂的夜景 Tower C和D已经卖完了 现在接见开放Tower A和B 想要投资或者买间云顶度假屋的朋友 一起来看看它的单位设计吧 所有的单位都是fully furnished的 从智能门锁到电视机 sofar bed 所有东西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还有附送一到三个停车位 煎好就可以立刻搬进来了 不需要再松修 而且这个项目还是freehold的 价格只是需要388千期而已哦 是不是很顺呢 更顺的是 从今天起 透过我们的平台 购买房产 还会额外附送一份小礼物哦 Phase 2即将在3月16号浪金 而它的选单位方式呢 是跟着booking number的哦 像当天Phase 1的情况 真的是一个人山人海啊 这里就是那个项目的资料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赶快评论我们了解详情哦 我们3月16号浪金店见 拜拜 谢谢观看 记得关注哦 orum一些发展